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杜鹃花 很多花友养杜鹃花就会出现花苞枯萎一大片的问题 有一些花友就误认为杜鹃花是一个喜羊的植物 就把它放到光照非常充足的地方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平时我们在室外那些绿化带看到的一些绿化杜鹃 一般它都是藏在桥木下面的 因为这个杜鹃它是一个喜欢湿润而且比较阴密的植物 如果你把它放到外面曝晒的话 不仅这个叶子会干枯掉 而且这个花苞一样是会干枯脱落的 这就是花友们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还有一个错误会导致杜鹃花它的花苞遗落一大片的 就是用的栽植的植料 这个杜鹃花它是一种典型的喜酸性花卉 如果你用的这个土壤非常的板结 而且是偏碱性的 不仅这个植株它的叶子没有精神 这个花苞会掉落之外 这个植株也很难给它存活下来 所以我们在买回来之后 上盆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偏酸性的植料 比如说这个松针土还有这个植康还有辅叶土 这些都是含有辅植质比较偏酸的一些培植质料 用上这些质料之后就不用担心这个植物会缺酸的问题 如果是你已经给它上盆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它增加一些酸性物质 比如这个硫酸亚铁 这个硫酸亚铁就是用来酸化这个土壤的 是比较好用的 如果是你用的全部都是偏碱性的一种圆土的话 那么用这个是没有用的 赶紧给它重新换盆 兴许你的杜鹃花还能够保住 解决了这两大误区之后 想要这个杜鹃花开花其实是很简单的 平时多给这个叶子喷水 在它花期的时候 要尽量的给它吃一些高磷高甲的复合肥 比如这个花多的噩耗或者是磷酸的金甲 都是有非常大的用处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